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再用第二个例题来对川普皮肤做一个说明 那么第二个例题呢是 A加B加A减 A加B减A减 在这个回录里面 我们会发现 这个顺序 A加A减会做两次 在同一个循环里面 它会做两次 我们要如何去设计 对于分组 其实串击法的分组 不为一 它可以有很多种 不同的方式分组 只要不违反 它的分组原则 同一个气压缸 不可以在同一组里面 出现两次 只要不违反这个原则 这样分组都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看到的这个分组 那么在B加之后 A减之前分一次 然后A加A减之间要分开 然后A加B减之间 也分开 这是一种 那么第二种 我们可以看到 跟上面这种 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A加B加之间 就分开了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这种我们是 从后面往前分组 那么第一个是 由前往后分组 那么第三种 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分组 那么分组虽然都可以 但是在我们画 画质回路途的时候 是有一点差别的 就是你可以到达 重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图面 对清爽 其实是有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尽量是选用 比如说在A加碰到A1 A减碰到A0的这个情形 A1会被碰到两次 A0也会碰到两次 那我们尽量是把A1 它碰到两次的功能 要给它规并成 规并在一起 就是说比如说 它A1是拿来用来更换气路的 我们尽量两次都是拿来更换气路 如果它不是拿来更换气路 而是用来自动四口二位阀的话 我们也希望这个极限开关 是能够两次都是拿来 自动四口二位阀 就是这里所讲的四口二位阀 是指的它的控制元件 控制气压缸的元件 而不是指的我们 这个水平线下方的 这个功气元件的四口二位阀 那么我们在下面呢 就做一个说明 那么自动器在单一个循环里面 如果会动作两次以上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应该要使用 这个极限开关呢 要使用独立气元 那什么叫做独立气元呢 就是它不要从我们的 这个篡击法的 这几条辅助线里面去抓气元 而是一个单独的气元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设计中 再做说明 第二个呢 我们被触发多次的极限开关呢 应该要使用双压法 来帮助我们达到 我们所要求的目的 另外呢 如果气压缸在一个循环里面 要动作两次的话 我们就需要使用缩动法 那么现在我们以这样的分组 来做说明 因为它需要分成四组 所以我们会用三个四可二维法 我们先把这个基本的图呢 先准备好 第一个我们先画这个缩动法 因为A气压缸会做两次 那么A减这里也需要一个缩动法 那么第一个信号 我们先画启动信号 那么这个会使得气更换到第一条 那么第一条它就会产生A加的这个信号 去做A加 那么做完A加 它碰到A1 那么A1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会碰到两次 所以我们看到它下面的气源 是单独的一个气源 而没有像前面的立体 要接回到第一条 它是一个单独的气源 同时我们再看 它必须要接一个这个双压法 双压法的另外一侧呢 是接到第一条 为什么接到第一条呢 因为当你第一条有气的时候呢 这个双压法的一侧就有气了 但是双压法不会动作 双压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动作呢 当A加做完碰到A1而产生信号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双压法才会产生输出信号 而使得信号进去呢 让这个气切换到第二条 所以这个双压法有点把关的作用 所以我们记好 这个A1是属于第一条的 是属于第一组的 那么它所配合的双压法的另外一端呢 就是接到第一条 这个原则先掌握住 那么当它换气到第二条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个第二条接一条线上去做B加 做B加 B加之后碰到B1 它跟这个也是接到第二条 因为它跟这个B加的动作是同一组的 所以这个信号进去会做A-这个动作 A-这个动作回来会碰到A0 那么我们知道A0呢 它也是会碰到两次 所以我们也是要画一个独立气源 那么同时也需要配合一个双压法 双压法的另外一端呢 要接到第二条 原因是A0现在是在第二组的 所以A0在第二组 双压法的另外一端就要接到第二条 然后出来的信号会去送到中间的 四口二组法去做切换 切换到第三条游气 第三条游气呢 第一个动作又是做A加 所以我们从缩动法的另外一边呢 去接一条线 那么这就会产生A加的动作 那么A加出去是不是又碰到A1了 刚刚我们的A1已经在左下 左边这边已经有一个A1 它碰到过一次了 现在又碰到第二次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再画一个双压法 连接于A1 这个时候这个双压法的另外一端 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的A1呢 是属于第三组的 所以双压法的另外一端呢 就要接到第三条 然后这个信号送进去 送到最下面的四口二组法 使它又切换到第四条 那么第四条的动作呢 我们会发现它就会做B减 最会做B减 B减回来碰到B0 我们知道 应该要从中间有一个B0的信号看出来 它就要做A减 从缩动法的另外一侧进去 做A减 A减回来又碰到A0 这时候A0我们发现 它也前面碰到过一次 所以我们如法炮制呢 我们也画一个双压法 接于A0 那么A0的另外一侧 我们就知道 因为它属于第四组的 所以我们需要接到第四条 而这个输出信号 再拿去跟START串联 这就是我们先前所讲的 最后这个极限开关所产生的信号 要跟START串联 这样子就完成了整个回路图 看起来是比较复杂 那么但是这个双压法在里面的功用 我们就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 接着呢 我们以另外一种分组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设计的形形 这个图面先准备好 然后需要两个缩动阀 接着呢 我们以启动开关 来驱动下面的四口二位阀 转换到第一条有器 那么第一条有器就做A加 A加之后碰到A1 A1会碰到两次 所以用独立气源 以及一个双压法 来配合产生B加的动作 B加出去呢 碰到B1 我们由B1来换气 这一点跟上面的回路 前面所讲的回路不太一样 它是由B1来换气 换到第二条 然后做A- A- A加出去又碰到A1 A加出去又碰到A1 这个时候A1也需要一个双压法来帮忙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A1是拿来要驱动下面的四口二位阀 所以就必须要从最上方画一条线 从上方一直引到下面来 这样子显然这个图面 看起来就比较复杂 虽然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显然是比较复杂的 图面上跟刚刚所看的 就不是那么样的美观 然后再有这个B-的这个动作 B-回来碰到B0 那么再做A-的动作 最后我们再看A-回来碰到A0 那么要跟START串联 那么这样的一个图面 我们比较一下 A1有一次是拿来驱动B加的控制元件 另外有一次是拿来做契录的切换 所以这样子一画起来呢 就变得很像很复杂 虽然它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 但是呢 在画面上显得比较杂乱 所以我们在分组的时候 我们就先做一个分析 尽量把这个极限开关 它碰到两次的功能 让它一致 如果它两次都是需要来换器的 那么你都把它拿来换器 尽量避免一次是拿来换器录 一次又拿来去驱动控制元件 这样子会比较好 我们再三强调 这样的回录功能都一样 但是在画图的过程中间呢 可能会比较杂乱一点 那么以上呢 我们所讲的呢 就是这个气压缸来回动作两次 甚至三次 甚至四次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串击法呢 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超过三次以上啊 我们往往就不用现在所讲的 这种基本的串击法 而我们会用技术器来帮忙 我们在后面会有一些说明